老翁好端端骑车在路上 没有想到下一秒 一辆白色轿车突然从后方撞了上来 老翁被撞倒之后还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仔细看轿车驾驶几乎完全没有减速 瞬间把老翁撞飞 自己的轿车也失控撞上路旁电线杆 附近民众看到也吓了一大跳 救护人员接火通报之后立刻赶到现场 将受伤的老翁和轿车上两人送医 而经过猛烈一撞 轿车的保险感整个脱落 机车也倒在一旁车壳碎裂 指示这车祸到底怎么发生的 原来20岁黄姓女驾驶 19号晚间从高雄要开车到台南 结果在经过湖内台塘加油站加油之后 疑似因为谎神没有注意到前方骑车老翁直接撞上 造成对方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女驾驶和车上乘客自己也受到轻伤 幸好送医后没有大碍 那我们经过调阅事故现场监视器研判 他是执行 那疑似为注意车前状况导致事故发生 经过酒车之后 女驾驶酒车直为零 但警方事后查出他根本就没有驾照 难怪开车开到一半突然偏移 一把老翁撞成重伤 无照上路害人不浅 记者廖宇志高雄报导 接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